刚刚我们的来宾洪教授有提到 三个相当重要的关节 第一个来自于创办人的思维跟理念 进一步员工的教育训练 再来包括了通路商 以至于消费者 怎么样能够由内 由上而下 十一而终贯彻这样的承诺 尤其怎么样把这个相当抽象的承诺 具体化 接下来在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带您持续来看到 研滑电脑跟维新科技 他们怎么做 独特的品牌承诺 可以使顾客重复购买 愿意为这个品牌做口碑行销 台湾工业电脑龙头延华公司 不仅专注在工业电脑的制造 更誓言要透过科技 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 这个承诺要如何兑现 第一步就是成立品质提升委员会 强化员工对品质的坚持 同时每年举办全球经销商会议 增加与客户面对面的机会 成为客户值得信赖的长期伙伴 这样的承诺早在十年前已经实现 有一次去天津大学去拜访一位老教授 他跟我讲他们在90年代 那时候大陆事实上刚开始 他们买了一台炎火的工控机 这个他们的实验室里面 那有一次呢 这个实验室这个发生火灾 把这个电脑这个从火场里面 救出来以后呢 这个上面沾满了这个泡沫 所以把它擦干净以后呢 又把电擦了 居然还会走 所以他讲这段故事 给我听的时候 我就觉得都自己都觉得 很感动也感到很骄傲 稳健的品质提供客户 完整的解决方案 成为延华品牌的优势 即便2001年的网络泡沫 也撼动不了 延华工业电脑龙头的地位 全球经济危机 我们没有一年是负成长的 即便是在2001年 这个IT bubble 就是这个泡沫 我们那一年都有三个点的成长 我们董事长提出一个 二次创业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把工业电脑转化 变成到每一个行业里面去 那这个就是带来我们今天延华 我认为我们将来进一步在发展 我们在深化我们的品牌 深化我们对客户的价值方面 我在当年启动了这样一个改革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延华在网络泡沫时期 调整了内部组织 将工业电脑的应用 加深广度与深度 从捷运安全控制系统 高速公路路况报道 到医疗照护电脑 延华用科技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品质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